这里是泰国曼谷市内最大的公园 隆平地公园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这边在关闭一个月之后 今天重新开放了 很多泰国的民众趁着贡献 也是来到这边 来进行一些休闲和锻炼的活动 虽然现在公园是开放了 但是防疫的这根弦却不能松 除了在进入公园之前 必要佩戴口袋之外 还必须接受工作人员体温的检测 虽然民众可以在公园当中 进行自由的活动 但是对于民众参与的项目的种类 也是有着严格的限制 比如不能参加任何的团体运动 或者是竞技性的比赛 所以往常我们在公园当中看到的 跳广场舞的和练习太极拳的活动 也没有了 人与人之间也必须保持 两米以上的社交距离 我们在家里面就像是在公园 在公园里面就像是在公园里面 有什么东西 真实际上有孩子 他们也想要做出练习 所以说是很棒的 我们在这些地方 我们在这些地方都不太开心 我们继续拒续拒续拒续 我们必须保持住人员 你又查了个冷门被摆 所以泰国政府也是在慢慢地放开一些限制的措施 我们知道这几个月以来泰国民众为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就是说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我们也是希望人民的生活以及经济活动能够尽快地恢复正常